歡迎回來 我是楊祐銘 我們這一節來看 賴清德賴皮疗 沒有搞定 但卻去質疑賴柯文哲 這兩個人對上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誰會是獨裁者 只有司法毛澤東 還有以雍正鑽荒草為師的人 才有可能是獨裁者 這一段背景怎麼來的 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賴的違建的問題 好意思在質疑柯 因為柯文哲就批 你老家違建不猜 一定會變成獨裁者 你自己現在是 現任的執政黨副總統 賴清德就酸 他是誰是獨裁者 剛才講的 只有司法毛澤東 以雍正王朝為師的人 才有可能是獨裁者 那很奇怪 執政者在質疑 在野黨獨裁 賴清德說 柯文哲說 他忘記有700坪的農地 灌水泥當停車場嗎 大家相信嗎 他忘記了 賴清德說 如果你有70坪的房子 你會忘記嗎 何況是700坪的土地 他會忘記嗎 但是柯文哲 他的池分 其實只有24至5 並不是700坪 我數學不好 我們可以算一下 然後民眾開始在打英系 打新潮流 民眾報 潘孟安的子弟兵 保送綠能公司 年齡300萬 是誰呢 之前的民政處長 鄭文華 還沒有退休的時候 大明就已經列在 屏東的聯合再生 屏東辦公室的 組織圖的總經理一職 月領20萬 保障14個月 年齡300萬 要好康 針對聯合再生的弊案 這是後來發生弊案 潘孟安是如何讓 在張景森的牽線下 違法之外的最新的證據 黃國昌他就非常的憤怒 來用冷煉草地煉的煉金術 陳明文的妻子就繡照片 婆說這個土地是農地 陳明文說 他的太太說兩年多前 是依法提出申請的冷鏈 然後現況就是尚未通過 所以土地的餘溫地 就是繼承的祖產 白紙黑字的資料都有 他還繡照片 指土地的狀況 就是農地 講的就是陳明文 繼承的祖產 那網友就算了 綠能你不能 黨說了才算 然後柯文哲在開這個 地圖炮有力選情嗎 他抱怨了這個黨政軍 開始就是所謂的媒體 以前做票還要停電 現在直接減掉44秒 現在媒體要操作 他民調第三把他棄保 要不是這市場造勢人很多 連我都信了 所以柯文哲連續市場造勢人 都蠻多的 那黨政軍就是媒體 以前要做票就是停電 現在政見會直接減掉 各位看 但是可是這幾個 包含美麗島 ET民調 其實柯文哲 還真的是很穩定的做第三 所以連續五天的民調 柯文哲 柯銀配都是第三 那綠營是不是怕年輕票跑向柯 而不敢吹所謂返鄉投票 我們是1月13號 其實很多市立大學 1月12號才考完期末考 所以返鄉投票 返鄉這個專車 過去都經常出現 那最後的兩大變數 的的確確 今天聯合報有說 是年輕人的投票率 以及這個棄保 這兩個是不同的議題 那民進黨甚至是 年輕的選票流向 會對選情產生關鍵的影響 因此對於年輕人 返鄉投票是採取冷處理的 當然 不過最近這一兩天 媒體當然在談的就是 因為吳欣穎在證件發表會說 大家都愛喝Johnny Walker 那可是小時候喝的時候 其實好像大家都是在喝養樂多 那可是磕粉的凝聚力很強 你如果打過頭 砲就跑去磕 所以聯合報的重磅快評就說 那吳欣穎平彩雷 柯文哲是不是有後悔錯過韓國瑜 因為柯又提到這個往事 無論是真心話 還是單純的消費韓國瑜 最難看的當然就是吳欣穎 他提名做他的搭檔 不論是韓國瑜或者是藍白河 當時的盤算的侯友宜 在在證明吳欣穎 並非柯副手的首選 侯友宜緊追賴清德 最新的民調差距曝光 吳梓家預言一個結局 什麼結局呢 他說賴清德在賴疲勞市 說開始反手圍攻 然後實際大賴清德在侯友宜的差距 已經在誤差範圍之內了 來 聖母聰 是 這個我們大概分幾段 簡單的回應一下 任何的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首先是面對事實 第二個 這個事實的是非對錯 自己要對社會做一個交代 錯了 就道歉 最後就是面對這個錯誤 你如何的來處理 所以賴皮了跟柯文哲這個 不是半斤八糧 這一段差八糗 差很遠 為什麼 因為至少柯文哲的態度是 我發現錯了 道歉 然後我就把他翻了 這是一個態度 整個就很清楚的 去把他給表達出來了 這是一個 所以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想用這個事情 來把他類比 好像都是半斤八糧 事實上是差很多 不是半斤八糧 是 大概是0.99兩 這個14兩跟一斤的差別 不是 這個一兩也不會 是一斤跟半斤的差別 差很多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們來看柯文哲自己在講 所以我都不相信 我會第三 第三是媒體做出來的 不會 你現在排第三 假如只有一家堅持你第三 有沒有可能 就有可能 兩家說你第三有沒有可能 過去真的有出現過 從來沒有做過民調的媒體 自己也去公布民調 這個是有過 但是當大家做出來 都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只是第三的數字 是多少差別的時候 那就注意證明第三就第三 那麼人多不多 看那個肇事場合人是多 那我就簡單告訴你 假如投票有1200萬的話 那你的支持者我們算20好了 那就240萬 240萬出來的人 是1%就多少 就2萬4 那個場面也很可觀 那你再看看 當時這個20年的時候 韓國瑜的場子 那是什麼 不得了 那什麼叫做場子 對不對 可是很抱歉 開罪也就是差300萬票 所以熱情的參與你的場子 跟最後能夠有多少去投票 這兩回事 我覺得面對現實比較好 這種話講都 反而會折損自己的 這個企業 會折損自己 大家對你的信賴度 對你的信賴度 這是第三個 就是說我們來看看 現在是消費韓國瑜也好 或是吳欣妮等等 我覺得這個意義變不大 變不大 倒是我們今天必須這樣講 這一次的選舉 這個我們這樣講 假如沒有趙紹康的參例 你不覺得這一次選舉 好像幾乎一點都不熱鬧 你不覺得嗎 然後這個 對柯文哲最大的受傷在哪裡 有很多點 其中有一點 就是當藍白迫擊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你護手找誰 你必須承認 侯友宜因為找了趙紹康 整個的藍金基本盤回穩 因為有了基本盤 所以大家不再認為 藍白迫擊完了沒希望了 最起碼現在藍金認為 這場上是有一拼求勝的希望 但是相對的 柯文哲當你公布你的護手 很抱歉 大概除了少數人證事以外 是不是路人假路人儀 這個時候相差就差得很大 這就是一個事實 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以其抱怨說 以其抱怨說 這個什麼 我第三是別人造假的 不如我們大家面對一個現實 假如在你的所有的場子裡 你把民進黨受得如此的不堪 民進黨是該下台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認為 民黨執政的這幾年裡 真的是該下台的 你也認為該下台 那麼藍金這邊也認為該下台 但是你繼續去堅持下去 結果可能讓民進黨有機可乘 所以有人講 大家把選票集中投給會上的人 這個是一個真理 因為我們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想讓民進黨下台 這個才是今天柯文哲 應該好好想的 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什麼 你的作為是鑄成的這個目標 對你可能是政治上再一次的再起 否則的話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謝謝 藝福忠 我覺得一件事當然很清楚 大家的策略上面 都是要把自己的問題淡化 凸顯對方的問題 包括你說 柯文哲去談賴清德的老家 或是賴清德去打 柯文哲的農地等等問題 某種程度上都是想要一個 降低自己的爭議 去凸顯對方的爭議 把它放大 當然這都是一些 選舉上面的策略問題 當然柯文哲他的農地 當然也有他的問題 他的農地事實上違法是 這個是百分之百鐵證 這個都不用多談 當然所以你會去質疑賴清德 或是質疑到 黃國昌去質疑到陳明文 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他基本上都是一個 降低自己的爭議 甚至於希望人家 忘記他的爭議 去凸顯對方的爭議 選舉的策略性都是這樣 但是坦白說一句話 選舉打到現在 這些東西都翻不了業 一直到1月13號 他才能翻過去 翻不了業 當然最大的關鍵 我同意就是氣寶跟年輕選票 氣寶跟年輕選票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柯文哲 無論他講自己的民調如何 其實我也不太去理他的民調多少 因為趨勢上面 實際的數字我也不太去理他 當然趨勢上面 他是很明顯的 就是他的第三名的地位 一直沒有被變更 一直沒有變更 最終的問題是他的核心支持者 其實是黏著度很強 這一點完全不用避諱 完全不用避諱 他年輕的支持者很強 但現在最有趣的一個問題 在選舉策略上面 你賴清德針對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的支持者 甚至於說因為他的農地 而跑到隱藏性的那一部分 打得越兇要去投 賴的機率越小 你打得越兇 他機率越小 對 當然你形成這樣一個局勢以後 其實某種程度上 綠營就變成藍跟白 都想對決的人 都想對決的人 尤其是柯文哲 他當然不想被別人化 他一定不想被別人化 當然不可否認 柯的造勢場合的熱度 是高於藍營跟高於綠營 那個熱度 就支持者的熱度 但是我就說 他的核心支持者 就是黏著度非常強 他們有他們的熱度 但是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大陸軍的操作體系裡面 其實他的人數是少的 相對還是叫少的 當然你到最後年輕人的投票率 多少 相對於柯文哲的得票 相對於大概賴清德的得票 當然你棄保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說棄保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 其實棄保是程度的問題 他不是不會發生 尤其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這麼近的時候 你那個棄保的程度 有出現到2% 3% 那個數字會被放到很大 所以為什麼說關鍵棄保 是因為第一名 第二名的 那個差距實在太小 在誤差範圍 棄保1% 2% 3% 他會被放得很大 所以關鍵 我覺得棄保跟年輕選票的投票率 確實會決定這場選舉的勝負 來 君醫生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兩個議題 一個是獨裁者的議題 到底這三組誰會變成獨裁者 我跟大家講 以台灣現在的這個法律制度 是不可能出現獨裁者 目前的法律制度 除非有一個狀況 就是權力通通歸於一黨 而且這一黨在客觀上 全部歸於一人 這有可能是在民主的制度下 產生所謂的獨裁的一個決策 有可能 但是那個機率是很低很低很低 侯友宜如果是未來當選的話 有沒有可能變獨裁者 可能性不大 因為國民黨內太多制衡的力量 太多太多了 這不用民進黨制衡 搞不好國民黨內 各派系的這個制衡 都力量都非常的強 柯P更不可能 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沒有機會擔 這個所謂的獨裁者 所以這個是一個假議題 我覺得 你可以說一個人的個性 可能是會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 賴清德 賴清德當選 我認為的機率也是不高 因為我們的制度 成為獨裁者機率又高 對 不高 不高 我們在談的大概都說 你是不是有獨裁者的個性 哪一個政治人物 沒有獨裁者的個性 哪一個 對不對 我是覺得這些是假議題 再吵下去 就用新聞怎麼說 說不理 不理 不理 另外就是說 這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誰是關鍵因素 我跟他講 以目前看起來確實柯P的支持者的走向 確實是一個關鍵因素 但是現在很奇怪的就是說 國民黨 這個一直 跟民進黨一直都犯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要磕P的票 用的方法就是打磕P 這個是 這個是很奇怪 就是說你拿一個陣營打了磕P 大概他的支持者會恨那個陣營 然後如果真有棄保的話 是不會投的 這個剛剛益夫也講得很清楚 對 所以大家都是有一點這個 綁手綁腳 對 在這種綁手綁腳的情況下 柯P就慢慢有機會做大 柯P現在穩住20% 你說他會不會衝過30% 不容易 不容易 沒有錯 但是他滿靈活的 滿靈活的 到現在郭董的狀況也不明 民進黨內英系的走向看起來 好像也不是那麼 好像這個鮭魚一桶 所以柯P還是氣息有蠢 你知道嗎 這個情況下 就是你要我去把我要蠶食 你的這個支持群 如果產生了333的格局 這個變數 我覺得 現在開賭盤都是笨蛋 到時候真的是大家蒙著眼睛 這個射箭 到時候誰會中都不知道了 好的 不過賭盤似乎已經都開了 而且民眾也在打英系 跟這個新潮流 我們記得到這邊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柯P 你 比不要